由蝕嘉燕領銜主演的賀歲喜劇《黃金萬兩》 今天在大埔林村許願樹舉行宣傳活動 嘉燕姐一身古裝出席 同一眾後輩演員有講有笑 她有八年時間沒有拍劇 相隔多年重回應幕前 對於劇集收視嘉燕姐很有信心 我也有把握,收視應該是好的 因為監製和宣傳部的人都看過劇 我要抽一些片來做剪接 她說,哇,你們這個劇很精彩 第一,古裝很漂亮,扮相各方面很漂亮 還有新年氣氛,你看到很開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嘉燕姐透露時隔八年再選擇拍劇的原因 這次是因為她是賀歲劇 公司就說,嘉燕姐,大家都看到你覺得很開心 又很喜慶 她說,如果你拍賀歲劇就很適合你了 復出本身是開心事 起了嘉燕姐宣布不再拍 事關拍黃金萬兩時正值大熱天 氣溫高達40度 但要穿古裝拍攝 嘉燕姐熱到差點中暑 直言真是很辛苦 我最擔心是中暑 因為上了年紀,中暑是很大的事 所以,變成我的感覺 我想我暫時不會拍劇 我不會拍劇 曾經主持無線財經節目的唐凱文 最近宣布離巢 日前她發帖 說自己已經由電視台畢業了 並且感激過去 一直幫助自己的同事 29歲的她在19年加入無線 她平時在鏡頭前打扮比較平實 不過她的社交平台 有不少港女式的打卡照 而其中一張 就是她早前在澳洲時所拍下的照 見她上身穿著比堅尼 雖然披著外套 但由於是側身拍攝 令到她叫人的身材一覽無畏 那張照片獲得不少網民大讚 說是好闊利 2年48歲的樂壇天后李文 早前與加拿大直婦相老公經全分辨 有指李文在半年前已經搬離外巢 被受打擊的她更加暴秀至93磅 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早前李文打造了一場VR虛擬演唱會 而最近她就分享了演唱會的花絮 由片中所見她身形消瘦 鬚牙出鏡令到她眼袋和黑眼圈 完全現形難掩潮水 李家欣和老公許俊亨 欲有一子許建彤 早前他們一家三口 現身沙田馬場為愛區打氣 雖然最終愛區集前推出 未有參與賽事 但三人同框的畫面就意外成為焦點 不少網民都直指 Jayden變化很大 但11歲的她已經甚有成功人士風範 身穿粉紅色衣服 配搭深藍色西裝 下半身穿上卡奇色西褲 整個造型顯得十分成熟穩重 不過就明顯突然 十足十啤酒套 好有老細款 網民就紛紛留言 確定是十二歲 這個孩子可能不太愛運動 也有網民為Jayden平反 因為正值發育時期 身形變化大 也不出奇 今年25歲的郭柏妍 2020年參選港姐當選後 隨即被力捧 一直未拍拖被封為A0女神 最近在下樓上車續劇情內 她和丁子浪由同事變愛女 更有愛情結晶 而現實生活中二人 也有很密切的關係 除了以情侶當姿態 接工作齊齊穩真 私下也有不少見面機會 日前郭柏妍擔任前港姐曠美船姐妹團 離奇地從未和新娘合作過的丁子浪 也有出席 更和郭柏妍媽主做婚禮私兒 有網友拆解蛛絲麻跡 發現二人不是有意無意同寬 丁子浪尚在打卡照 相片一角又會見到郭柏妍炸機身影 丁子浪入行後緋聞不絕 湯樂文 陳曉華、大祖兒、密明斯等韋韋女神級 今次又疑似將A0女神追到 令不少巴打表示葡萄 石修兒子陳雨昕 於去年12月彈下愛女 石修正式做爺爺 原來他們在孫女出生前 拍攝了一輯超級溫馨的家庭照 當中74歲的石修 穿上粉紅色毛衣 進顯年輕 各方面都不輸年輕人 石修曾經透露 每日至少運動過半小時 除了急步之外 亦會堅持舉啞鈴 和做掌上壓 非常之厲害 在另一輯以白色T上陣的她 同樣魅力十足 無論愛貌、體態和舉止 都不跟老太扯上關係 朱千雪因參與2012年度 香港小姐競選奪得貴冠而入行 入行後的她大受觀眾喜愛 2015年她向無線請假繼續進修 前年更成為大律師 雖然近年已很少出現在幕前 但大家依舊十分留意她的禁方 日前朱千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禁方 原來她和圈中好友神幸言 湯樂文和蔣家文一起去畫畫 相中的她全神貫注地畫畫 淡妝之下 心碎的眼睛十分美麗動人 不少網民都留言表示喜歡 有人更大讚 好美的四小花 還說散發陣陣仙氣 康子妮和林曉峰雖然已經離婚 但再見逆事朋友 共同照顧一對兒子 大兒子林曉 在去年5月出發到日本讀書 趁著龍女連場假期 她近日回到香港和家人團聚 康子妮尚在合照 見到兒子明顯成熟不少 她戴上黑瓜眼鏡 留著一頭的中長髮 花尾還染了金色 衣著打扮也很講究 非常有性味 18歲的林曉 總有6呎高 行型街路線的她 曾獲時裝品牌 邀請拍攝廣告 不過其後康子妮 就以兒子學業為中 推了不少工作要約 台灣藝人柯鎮東 早前拍劇集的時候 因為模型機失靈墮毀 導致左邊面部嚴重受傷 而經理人之友也都證實 煙愛導致她嚴重破傷 18日台灣有媒體 認到她終於現身台北一間戲院 她戴上黑色口罩 將自己遮得很密實 遮住了面上大部分的傷勢 只剩下小部分的沙布露出 見到她也挺有神 應該優養得不錯 今天是謝安琪和張介聰結婚16周年 謝安琪在社交平台寫著 結婚16周年快樂 2023年1月21日 我今天很快樂 張介聰近在片中透露 老婆突然來沾沙咀探班 二人近到廣東道散步慶祝 簡單又幸福 雖然二人婚姻當年不被看好 張介聰近被招廢柴 軟飯黃等 但她們都懶惰外界聲音 用時間證明一切 而將繼聰逆感激謝安琪 當初沒有嫌棄直直無名的她 決意如生都用盡所有的愛 來回應謝安琪 非常恩愛幸福